那么我们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 大体是这样一个路子 首先看内容 首先看内容 内容我们分几个模块 一个模块是我把它叫做市场营销基础 市场营销基础 这个和我们教材也大体一致的 那么营销基础的部分 我们介绍一下营销导论 营销的环境分析 购买者行为分析 和营销调研方法等等 可以说这几章的内容 学习完以后 对市场营销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有一个基础的知识 有基础知识 比如说购买者行为分析 购买者行为分析它是你学习 后面学好市场营销管理 市场营销方法的一个基础 购买者它有多个类别 那么我们常见类别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是购买者 都是购买者 从一出生就是购买者 是不是这样 只不过那个时候你没有购买的能力 让父母来代替购买 然后是幼儿园学前班 小学中学大学 走上工作岗位 你的购买力越来越强 购买能力越来越强 是吧 那么营销者 对你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多 是吧 广告对你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多 那么好了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每一类别的消费者 每一类别的购买者 他有什么特点呢 有什么行为特点呢 要研究 要研究 针对购买者 针对消费者的行为特点 你去给他做营销工作 有针对性的来吸引他 来吸引他 才是有效的营销 才是有效的营销 我们这个课题组 我们从2007年开始 专门做一个人寿保险的指数的调查和发布 明天一早 我们去北京家里中心 做这个指数发布 每年搞一次 今年是第四次了 这个人寿保险 我们可能有一些印象 有的同学 可能你的家长给你买了 人寿保险了 请举手 有买 你的家长给你买人寿保险 请举手 有没有 有吧 或者早期的 你的家长可能给你买那种 什么上学的用的那种保险 那种基金等等都有 这一类的 那么作为购买者 他购买保险的时候考虑什么因素 考虑什么因素 然后你给他策划一个方案 适合他的方案 是吧 这个时候你就要研究这个行为 研究购买者的行为 所以这是个基础 从理论知识点来看 他可能不是市场营销的问题 可能是心理学的问题 心理学他肯定研究人的行为 研究购买者的行为 但是我们作为市场营销的基础 他是重点来研究 他把它作为购买者 作为消费者这个角度 来探讨消费者购买者 有什么样的行为特点 最简单的我们可能就知道 男性和女性 他的购买行为差异 有的时候是很大 这个 不知道你们 80后也好 90后也好 去逛商场有什么特点 我们这一单逛商场 陪着老婆去逛商场了 你去吧 我为人等着 陪他逛 陪他去的都错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如果我自己去买东西 我买双鞋 马上就 我有一个目标 到这柜台呢 买完了 十几分钟搞定 回来了 如果是女士去买这双鞋 她得转十圈 二十圈 甚至转一天 他这个鞋买不来 有没有这现象 对不对 这就是购买行为的特点 购买行为特点 那好了 那你这收货源面对不同的 特征的购买转 你怎么样去说话 怎么样去吸引他 或者是夫妻两个人去购买 买东西去了 你这收货源做谁的工作 不要做男士的工作 男士无所谓 买外无所谓 当然不是绝对的 你做这个女士的工作 效果要远远大于做男士的工作 所以这里边研究行为 是很有用的 你要做好营销 必须懂得行为学 必须懂得心理学 这是这个基础的部分 基础部分 接下来呢 是战略的部分 营销战略的部分 营销战略的部分 从战略到计划 到市场细分 目标的选择和市场定位等等 这些术语可能我们平时 我们是听说过了 是吧 听说过 那么总体来说 这些内容是市场营销战略层次的内容 市场营销战略层次内容 一个企业有它的发展战略 一个企业有它的发展战略 好了 一个企业的发展战略当中 其中必然包含不同职能战略 财务规划战略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五年之内 你的销售额 你的营业额从一千万到一个亿 这是最简单的财务规划 是吧 好了 你要完成这一个亿 这个目标 你怎么样去融资 怎么样去贷款 甚至怎么样去上市 甚至或者怎么样去拉 没有利息或者利息低的资金等等 财务战略 人力资源战略 你进什么样的人 这里五年代每年进什么样的人 是吧 然后营销战略 生产 规划战略等等 那么我们的营销战略 在整个企业的战略当中处于什么样地位 按照 战略学家 麦克尔波特 也可能听说这个名字 营销战略是最核心的战略 是最核心的战略 什么样的战略 如果你不服务于营销战略 那么都是一事无成 为什么呢 你财务战略靠什么样来实现呢 靠销售来实现 对不对 商品出去了 别人认可了 购买了 你回来才是你的钱 回不来不是你的钱 你仓库 商品在仓库积压着 不是钱的 对不对 那是废品 那是废品 人力资源战略 你进什么样的人 服务于你的需求 技术的也好 销售的也好 财务管理的也好 生产管理的也好 那么都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你的目标市场 为了你的目标市场 目标市场 简单的来说 就是一个企业 他要做自己能够做的 发挥 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业务 麦当劳 我们非常熟悉 如果你让麦当劳 去搞房地产开发 他不一定搞这个万科 为什么 他的特长不在那 所以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就是快餐 就是快餐业务 目标要明确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企业 能做所有的生意 你一定要拥有目标 而且你在餐饮业 你就做快餐 对不对 就是做快餐 目标选对了 是战略成功的一大半 然后目标选对了以后 目标的前提 我们就不说了 经过市场细分 然后要进行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 简单来说 你的餐饮业 有很多餐饮业 各种类型的餐饮业 其中你是做西餐的快餐 还是中餐的快餐 好了 西餐的快餐 你的快餐的这种产品 服务 是什么样的特点 什么样的特色 这是市场定位 这是市场定位 我的服务是最好的 我的麦当劳的产品 所有提供的一系列产品 是标准化的 有人在研究麦当劳的时候 提出这样的问题 说你这汉堡包大点 顾客不高兴吗 不一定 大点不一定 不信你就可以做这实验 你把汉堡包做大 有人说你这不是麦当劳 不是麦当劳 为什么 你没有不符合麦当劳的标准 所以市场定位 一旦确定以后 你是什么样的特色 什么样的 吸引人的 有吸引力的角度 那才是做成功 那才是做成功 这个上学学期呢 我们接到这样一个调查任务 我们没有来得及论证 本来有时间的话 要论证一下 搞这样一个研究 什么研究呢 转基因产品 跟你有关系吧 你们很多人 或者是现在已经走出校园的 走上社会的 来进行开发的 就是转基因产品 尤其是转基因食品 尤其是转基因食品 有没有前途 作为一个产业 有没有前途 这个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不是说盲目的 发展转基因产品 要研究什么呢 要研究消费者 对转基因产品怎么认识 它是有特色 它是有特色 但是消费者怎么认识 消费者认可不认可 这个是转基因产品 这是非转基因产品 他到货架上拿的时候 是拿这个还是拿这个 国家现在实现 宏观决策 作为这个李克强主抓的项目之一 在研究 他需要调查 研究这个决策需要调查 需要调查 所以我们看 这个战略的问题 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产品 实际上是一个战略的问题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 战略就是长远的宏观的大的一个决策 那么好了 这是战略的部分 然后呢 是策略的部分 策略和战略有什么区别啊 策略简单说就是战术 三大战役 我们知道 三大战役总体来说 是一个战略的规划 对不对 是一个战略的部署 好了 每一个战役由谁来打 这是策略的问题 是战术的问题 是吧 营销也是如此 你的战略确定好了 你的目标选好了 你的产品服务的特色 市场定位也明确了 好了 通过什么样的战术 通过什么样的策略 来占领目标 来实现你的盈利模式 是吧 这是策略的 那么策略层次 我们大体上啊 有这样一些内容 产品品牌 服务 价格 渠道 整个营销等等 是吧 这几块内容我们 按照传统的概括方式 叫做什么呢 叫做4P组合 叫做4P组合 按照传统的概括方式 我们以后也 这样来提 人们更习惯 人们更习惯 那么所谓4P组合 第一个P就是 产品 product 产品 第一个P P字打仇的 产品 产品 不仅是有形的 还包括无形的 那就是服务 那就是服务 服务 它是产品的一个 类型 一个类型 而且呢 服务 在整个产品 这个结构当中 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了 有人说 美国经济 实际上 它就是服务经济 很有道理 它的70%以上 甚至有的地区是90%都是服务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衬衣 到南方有很多衬衣厂 但它都是贴牌 都是贴牌 贴别人的牌子 这别人的牌子很多 就是美国的品牌 是吧 那么好了 美国企业干什么 美国企业就干设计 出样子 出样板 出什么 出品牌 它不去制造 谁来制造呢 发展中国家 落后国家 去给它制造 然后 中国在早期了 现在可能开始 早就认识到了 早期非常高兴 我这一件衣服 能赚两块钱 加工费 实际上 人家靠品牌 能赚 二十 二百 都不为贵 那么它这是什么 它这是服务 你这是什么 你这是制造 对不对 对它 你看它这类企业 就百分之百的服务 百分之百提供服务 怎么 这是第一个批 第二个批是价格 price 是吧 price 第三个是营销渠道 营销渠道 有的 把它叫做分销渠道 price price 营销渠道 分销渠道 什么意思呢 就 产品 从制造领域 或者是生产的领域 到消费领域 它的转换 有一个过程 对不对 我们购买衬衣 购买服装 你所接触的只是 在柜台 这个环节 这个服装从哪来的 比如说 从李宁的制造厂来的 李宁制造厂给谁 李宁制造厂不可能直接 给商场 或者是很难直接给商场 它能面对一个 成千上一个零售店吗 不可能 它要先给中间环节 比如说天津地区 有一个经销商服 或者是专门经销也好 或者地区经销也好 地区经销商再给商场 这是一个路线 从制造商到经销商 经销商给商店 商店再卖给你 这就是渠道的问题 这就是渠道的问题 那网络出现以后 英特网出现以后呢 这个渠道有的时候就简单了 对不对 这个产品可能就在制造商的仓库里 只不过制造商 它委托网络中介 来给你销售 然后你网上购买 网上购买 网上购买以后 那边有订单了 直接可能从制造商那来给你发购 这样的话 我们看这个通道是不是缩短了 节省了什么呢 节省了中间的流通费用 所以它价格要便宜 网上购买价格要便宜 总之呢 就是说市场营销要研究通道 研究渠道 研究渠道 那么后面整合营销 还包括什么呢 包括很多内容 但是传统来说 我们把它作为第四个品 作为第四个品 promotion promotion 促销 促销 只不过促销发展到今天为止呢 它更综合了 不是只简单的像过去那样 做做广告 或者是上门推销 它更讲究什么呢 讲究整合 讲究整合 所以把它叫做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 这样的话 这个策略的内容 实际上 传统改革方法 就是四P组合 那么我们想一想 你的目标确定好以后 你的 这个 战略确定好以后 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你得有产品 有服务 或者有产品 或者有服务 或者既有产品 也有服务 对不对 然后你的产品要有一定 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 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然后通过一个 什么样的分销的通道 给人家 是吧 甚至是给国际市场 不仅仅在国内市场 然后呢 还要通过一定的促销的方式 来加速流转 刺激购买 在现在市场经济下 这方面的表现 好久不怕向子深 这句话 我们听说过 但是现在如果说好久不怕向子深 自己反正就 讲究产品质量就完了 产品好了就完了 就一定卖得出去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因为什么呢 因为竞争是非常激烈 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别人打折了 你打不打折 打折也是促销的一种形式 最简单的促销的形式 想必几乎绝大多少人 甚至所有人 都买同样产品 价格低的 是吧 除非他那钱没出放 是吧 这就是策略的部分 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啊 我讨论的内容